今天开始五大检疫措施松绑 包括反国入境的居家检疫 还有外籍商务客入境 以及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居家隔离的天数 通通都从14天缩短为10天 指挥中心更祭出了重罚 在检疫隔离后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没有做两次快筛 也没有用简讯回报结果的民众 最高可以开罚15万到30万元的罚还 有医师认为快筛调查 光是靠电话简讯关怀根本就不够 应该让民众拍照回传 才可以避免有人钻漏洞 至于下个月 能不能再缩短检疫天数到7天 指挥官陈时中也提出了四大指标 检疫隔离的天数 终于等到松绑的这一天 3月7号起 包含反国入境居家检疫 还有外籍商务客入境 以及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居家隔离的天数 通通都从14天缩短到10天 另外像是境外生和外籍教室入境也适用 但后面7天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不能进校园上课 机组员的部分 只要完整接种三级疫苗 满14天 不管长程航班或短程航班 也都放宽检疫 尽管检疫天数缩短 但医师提醒 这不代表民众自我防疫就可以松懈 火灶是最后一个要松绑的地方 我们松绑以后最怕就是 大家开始不做检验了 不做检验以后呢 就是病人一定要累积到某个程度 你才会发现 避免出现风险 指挥中心更祭出重罚 只要在检疫隔离后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没有做两次快筛 也没用简讯回报结果的人 居家隔离者最高可罚30万罚还 居家检疫者最高罚15万 有专家建议松绑后 在观察一个月 有望再把10天的检疫天数 缩短到7天 对此 指挥官陈时中提出四项指标 包含民众自主防疫整备状况 还有快筛的回报率和尊重度 另外长者疫苗施打率 以及国外疫情状况都是观察重点 不过专家们也各有看法 什么时候在缩短检疫天数 还有待观察 不过网络上却已经在流传 台湾6月后打满3G疫苗 入境就可以免隔离 指挥中心也郑重澄清 这是假消息 请大家不要误传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